大家好,我是队长Will 身处在首尔的人村国际机场 在这里玩了七天,准备回程 这七天最主要是来跑马鞋虫 然后迅速上北汉山 当然当然要喝喝吃吃 上年一只公,连几个快小朋友玩了几天 今次是和经理人一起来 过程里拍了三条片 一条上北汉山,一条跑马鞋虫 另一条是经理人发版的喝喝吃吃 因为今次的行程都没有时间做一些准备 就交给他做一些功课 实际说,他只是上网找资料 找完之后就去 我想我们可以给大家实际画面 看看店铺是怎样招呼好 不好吃,抵不抵 过程里面都帮承了好几间的店铺 有一个韩牛的一条街 又有一间CP值高的烧肉 另外有一间西式的自助餐,不贵的 又吃了一间我们曾经吃过 都相当不错的醬油鞋 米芝田的餐厅最终都帮衬不了 此外也帮衬了一间相当环境不错的地方 去吃蛋糕 我想大家最有兴趣的是 看看这些喝喝吃吃的东西 在这个过程里面 可以记住地址 和大概怎样去的方法 给大家去做个参考 当然啦,价钱抵不抵 放在这里给大家 出带喝喝吃吃之前 当然是介绍一些好东西给大家 当Moro知道我要去首尔玩的时间 他就赞助了个袋子 给我去旅行 五个五个 我背着他的袋子都三几年了 最近我看见一个朋友的留言 他说到 其实赞助的东西 都没有什么是不好的 又好像几个道理 别人给产品你试的时间 难道你会给人知道 那些不好吗 但当你持续着去用的时间 那你知道好才会用的 难道你又获得自己的什么 你用过不好 你又不断介绍给人 你都过不了自己 这个袋 不过不过 我由上年去首尔 去英国 接着去武汉那边的神龙架 都是背着他的袋子 详细介绍 不如关于官方的资料去做 那些袋子用一下 扔一下就算了 对不对 最主要是 我觉得他有两个重点 就是外形漂亮 简弱 简弱 我觉得是重要的 与此同时就是 他里面尖格好 不觉不觉 这个袋子里面 帮我背了很多东西 现在里面有盆套符 有个 又有一件鱼翁 接着有一些拍摄的器材 还有些后备的食粮 上山也是他 到处走都是他 相当之不错 而且说句老实 如果以他的质量来计 他正在买的价钱 我觉得是绝对高CP值的 当然 买不买 适不适合的 你自己决定 究竟韩国有什么食物 我们有没有中央服的地方 是没有的 中央服我是不会介绍给大家的 当然是好的事 给大家 对吧 一起去看 看 Cosamita 我是队长Will 身处在韩国 跑马拉松兼旅行日子 今天是行程正式来的第一天 后面的地方 就是我们今早早的早餐 食杖游蟹 早餐食杖游蟹 是不是很瘋 还要马拉松之前那天 我的朋友都说你都挺进取 可想而知 这个比赛是多么的积极 我们在民宿 我们昨天是住在首尔站 乘搭了三个站的地铁 中途转一程车 就来这边的位置 这间食杖游蟹 都是一个出名的地方 一时间之后 早十点半左右 过往上一次大概是2019来的时候 这边是排队两边坐人 所以这次早一点来 竟然不用排队 沿着地铁站走过来 非常之方便 待会再补充一些镜头 给大家怎么走过来 他们已经进去吃蟹了 这间铁站挺出名的 四年前我吃过一次 那时是我第一次认真地吃过酱油蟹 那个感觉是 原来真的挺好吃的 所以今次行程第一站 就来吃蟹了 我们吃酱油蟹的地方 在这个阿蜆站 在这个首尔站 搭过来三个站 转一程车 出门之后找回4号出口 4号出口之后 看到这座红色的建筑物 我不知道你们来的时候 还有没有 总之在这个番马线的旁边 转右手面 开始印象回来了 这里面有一些小店 当地人买东西的地方 都乘搭什么都有的 印象中都便宜的 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又进去逛逛 吃鞋的地方 继续向前即逛 我们新闻游客 当然见到什么都拍 韩国出名的八爪鱼 这些可能可以生成 一万汤就有这么搭士多啤梨了 买完士多啤梨之后 直行些少有条 右手边的小路 转上来再转左手边 就到蟹铺了 不用排队 我想当年是排队出对面那间 前面这个一身法哥打扮的 就是我们大师兄 我们早几年 2019年试过一次 吃过翻阶 上次有点甜甜辣辣的那一只 好吃 是不是这一只 好像是这一只 好像是这一只 可以了 这家鱼都相当有名气 看它有很多明星签名 明星相 学是学非 明辨是非 哇 Mew TV都有 大师兄 我把纸子准备了没有 哈哈 我们一早就预备了 是啊 那下次才吃呢 下次才要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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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早餐 早餐吃这个 雀蟹味 有点点点点 还要跑步 点赛哥佛介绍一下 这个什么蟹 什么蟹 有辣有不辣 这个最传统 对 多高推介 是 OK 看到这些高 超棒 但是刚才叫我们 查一下是什么名桶 他们是查不到 对吧 不要紧 马上告诉你 嗯 山尖的杖龙蟹 海蟹花蟹 海大大大花蟹 海大大大蟹 那不知道为什么 只有一只手道给我 看到 哇 哇 蟹 好好味 当然好味 好好味 第二个 加码吃这个 辣蟹 这个海大蟹 是必食的 刚才测试了 2万7千万 这碟 刚才已经清了的 大蟹 这个小河蟹 就一般 很坦便 刚才这碟万千万 可以不用选 好了 吃完蟹 准备下一站的行程 刚才那餐这么丰富的早餐 大家猜一下多少钱 给三秒时间 大家猜一下 是11万万 即是六百多元 还有一千抓 究竟是六百多元港元 平均四个人 即每人八五元 超值超值 刚才这碟港是27万 原本是23万 27万都值得 出马路后 就会转入一个市场 刚才所说的 很多东西要买的地方 有士多啤梨 有水果 还有海产 黄色的糕点小食 吃完蟹之后 下一站 我们由这个月之路三街 去这个新沙路 享受咖啡 吃蛋糕 再来游客 看到什么有趣 都要停下拍照 我们来到新沙 这里我们的目的地 我们的咖啡 排队 为什么要选咖啡 我不知道 因为经理人选 而经过来这里的过程 去了购物 叫我们来 但来到排队 怎么等 有咖啡 放下经理人 没有送茶的资料 这家面包店是非常受欢迎的 但实际上人太多了 我们没有办法等下去 最终决定放弃 另外去找好东西 这家里有特色 我们决定选这家 享受咖啡 让我们意外地找到这家咖啡 相当之有惊喜 楼下两层是吃蛋糕 喝咖啡的地方 上层是酒吧 这家咖啡 吃了早餐没多久 转个眼睛 我们就吃 tea 那我们看下午呢 你猜是眼咖啡 当然 这个刻意堵死的设计 我们为什么要拿一个杯变 其实除了网红面包店 和我们找到咖啡之外 新沙站附近有很多食物 直接一来 看完相当不错的咖啡做午餐之后 我们就去我们的主菜活动 跑马拉松拿选手包了 奥林普克中合体育馆 曾几何时都是韩国旅行 必去的景点来的 如果不是跑马拉松拿选手包 不知道大家就会不会过来 但要来拍摄相打一张卡托很方便 六号出口一上来就是了 拿完选手包之后 简单去吃了个晚餐 没什么特别就不介绍给大家了 但我们回旅馆的时候 途径叫Focus Pond的面包店 就买了一个相当不错的面包蛋糕做宵夜 坦白说以韩国的紫水来算 都不算是便宜的 但就真的挺好吃的 近年去首尔好几次都遇见过这间店 有机会遇见的 又行得累累的 值得进去探杯咖啡吃件蛋糕 除了吃饭之外 它还有位置给你拍摄相打卡 例如这间分店 还有价格给你拍贴纸照的车在附近 没钱拍照就唯有玩自拍 駕鞋挺贵的 走啦 我们用这个的酌油餐做早餐 之后用这个蛋糕做面餐 到最后的宵夜 我们选择吃面包 是不是都颠覆呢 这个面包是贵的 尤其是买的 行程的第三天 来到首尔马拉松的主菜活动 每年3月举行的首尔马拉松 可以说得上是韩国马拉松之中 最有名的一个 如果你喜欢跑步的话 这个马拉松值得推介给大家 而42.195公里太长的话 还有10K给你选 想对赛道了解多一点 可以看回我这一条片 而跑完马拉松之后 无论什么成绩都好 当然要来一餐庆公宴 而这一餐庆公宴 我们就选择了去设一间 非常高CB值的烧肉年所店 跑完马拉松的重点是吃这个庆公饭 我们选择了月之路入口站的 这个猪肉商会 红色这间 这个猪肉商会 在首尔也有好几间分店 而今次我们只选择了一间 近鸣洞的分店 方便一会逛街 其实在首尔也有很多 这些烧肉放题 而今次选择这间 也算是好吃和抵食的 说的全套都是二万三瓣不用 应该要有的都有齐 而且全套还有炸鸡吃 炸鸡相当不错 基本上好像我们这些 跑完马拉松消耗那么大的 去到吃东西没得输 而我们选择这间月之路入口站的分店 也都相当之近鸣洞 吃完东西之后 可以慢慢走到鸣洞 可以买一些手信 纪念品 走到疲口痕痕的话 当然还可以吃一下街头的小食 跑完马拉松来到行程的第四天 我们除了喝饮食之外 还可以走景福宫 到了景福宫站附近 已经见到很多问大人出现了 我们都会玩的 我觉得景福宫的安排挺好的 你穿韩服可以免费入场 烤你穿 附近多年非常多 穿韩服拍照的铺铛 他们选了这间进去看 究竟这间衣服可不可以 什么造型可不可以 其实经理人出发之前 已经做了功课 选了一间铺铛去选衣服 但基本上下车之后 去到景福宫一段路 其实都很多这些铺铛 不用选定了 随便进一间都可以 与其逐间选 不如留时间进去景福宫拍照更好 基本上四个钟头来算 2万多铺铛已经开始交易了 当然你要的服务越多 洗费当然越高 例如设头发妆 零计 我最终挑选的做人 听闻是王林寺的 我都不太认得上自己 不如趁这个公主没办法 什么洗费 不知道 不知道 我们不讲钱了 去一下 给大家一个提示 最低消费两个钟 但两个钟不够拍的 设备四个钟头 为了奖励的经理人 完成这个没什么操练之下的 所以我决定 奖励一下 他和他玩韩国 我一摇身 就变成了韩国王子 而他又变成了公主 对我来说除了拍照打卡之外 另一个换意就是 究竟前面的女孩 或者那个阿爸 究竟靓不靓仔 靓不靓女 甚至乎是什么割席 回头一望的时候 究竟是惊喜还是惊吓 因为穿了一件韩服的背影 你是没得认的 有些是韩国人 他们本土人都会来拍照 有些你以为是高大威猛的阿爸 原来是香港制造的 拍照打卡之后 又轮到吃饭的时间了 我们为景福公站 搭20分钟的地铁去马场站 马场站有一个很出名 卖牛肉的市场 游客就给了个名字 叫韩牛一条街 在无线的马场站下车之后 找回二号出口 走十多分钟 就去到这个韩牛一条街市场 基本上的模式 和吃海鲜的路良瓶 或者海洛市场一样 都是自己选择食材之后 然后上去店铁找人代工 而同样地 买东西都是需要港价的 工作上的需要 就下下需要讨价还价 去到旅行 其实真的不想港价 韩牛一条街 街市当买东西要港价 我就一样 我都是喜欢比较 明马实价多些 游他们搞吧 港价的东西不外乎 拍了几间 抖一抖他们的底线 你以为大概是他们开出来的价钱 七折至八折 有本事便宜过七折 是你的本事 牛肉档的店家 但我突然来这间店铺烧来吃 谢谢 和路良瓶的情况差不多 基本上你光顾哪间的档口 都是由他发版 带你去哪间的餐厅 讲过信字 但基本上 价钱收费都贴出来了 差了你会不会看他写什么 作为游客有时候计算不了这么多 之后我们买韩牛用了12万瓶 开炉费 连些少送菜用了62万瓶 四个人加起来都是用了18万瓶 多少少 平均每人$260港元 吃饱之后就找回正门 给大家看看 正门的方向是在地铁站的另一边 如果从地铁站来 应该是不经过那方向 牛肉档的老板教我们 如何去回大门的位置 让大家摄影一下 北客户中心的方向 店铁站就比较干鲜一点 大门的位置 由客中心的方向 有只金牛在这里 回头看 就是大门这个位置 韩牛一条街 大门口的金牛金珠 当然要打卡拍照 整夜之后我们就回旅馆了 今次我们住了两间旅馆 都是挑选了Airbnb的民宿 哪间就没话说了 但大概都是280-300元人头 已经可以选 有厨房、有雪櫃、有洗衣机 喜欢的还可以自己下厨 不要说煮食 就让一批朋友买点烧夜 回来喝啤酒、吹吹水都开心 而和两个朋友分度量标之后 下半程的住宿 我们选了在宏大附近的旅馆 宏大站附近的地方 今次我也是第一次认认真地走 原来这里附近都很热闹 而且有很多食物 如果你跟我一样 每次来都住在首尔站 或者是东大门附近的话 下次可以试试这个宏大 行程尾三的这一日 我们去了行首尔最高的山峰 北汉山 一旦有些小难度 但风景非常之靓的山峰 诚意推荐给喜欢行山的朋友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看回我这条片 行完山之下 我们就搭地铁去到中国站 这间自助餐厅吃自助餐 而是一间非常之抵食的餐厅 基本上除了山豪和刺身之外 应有尽有 而交通也非常之方便 基本上连着中国站的商场 3号出口再上一层楼就会见到餐厅 讲一夜晚的晚餐 都是2600W 位置上来港币都不够150W 如果你计得尽少 中迷食的话更便宜少 20000W都不用 而食级数都是ok 我最喜欢食杰糕的辣汁显意粉 煎炸东西都不错 还有即煮的汤粉面 甜品来计都有10款8款给你选择 我喜欢食的柠檬Juice Cake都ok 朱古力棉花糖 雪糕沙律有齐 还有给你自己DIY做的烹饪 还有日式寿司 我想这一餐自助餐 如果在香港吃的话 大概都要3元 位置上来香港一半左右的价钱 就可以食到一餐那么丰富的自助餐 我相信下次我到首尾都应该会再帮盛多一次 镜头一转 去到行程的最后一天 我们帮衬了一间网红蛋糕店 其实这间的蛋糕店 我们就要食言自助餐 已经来过一次了 食言自助餐后 还要去蛋糕店吃蛋糕 是不是很瘋呢 没办法 这间是我们指定了要去的餐厅 前一晚来到的时候 由于蛋糕店都差不多关门了 蛋糕亦都被人了得不太帅 所以我们决定今早再来过 食点凉蛋糕 喝杯咖啡做早餐 坦白说 这里的蛋糕看起来真的非常漂亮 看见已经上这部相机出来拍下它 而看起来环境都尚算ok 如果可以坐在这里静静地喝杯咖啡 食件蛋糕是非常之正的 但如果你想像我们这样静静地 可以享受一阵咖啡食蛋糕的话 那你要早点到 基本上除了我们刚刚坐下的半个小时 是有些小凌静的感觉之外 打喉下来的时段 我是用有小小吵来形容的 而昨晚临山步之前来到的画面 我甚至觉得是有点像茶楼的感觉 如果纯粹来是想买一件蛋糕 拍下相打卡的话 没问题的 绝对给你这个效果 但如果你想很chill地吃件蛋糕 喝杯咖啡的话 画面上还可以的 实质效果就不会有了 我们两个人吃了两件蛋糕 喝了两杯咖啡 加上都不用三万瓶 唯一上来都是八十多元个人头 看见这些价钱 我真的觉得现在在香港吃的非常贵 而享受完这杯咖啡之后 我们便搭飞机回香港 希望这些饮饮食食的记录 可以帮大家下次去首尔玩的时候 有点参考的价值 我相信下年的3月 我们应该会再去首尔跑马拉松 看看有没有机会在首尔遇见大家 好了,分享到这里为止 记得订阅和分享 下条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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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